那相信大家看到刚刚非常详细的新组教学 这个是我们之前在众议院那边的实地场地 那我们待会会跟大家讲就是详细的就是 这边的场地规定 那大家好我是今天早上的主持人就是RS 那下午的短讲我会讲就是关于 简讯实验制的开放资料部分 那首先我们先就是跟大家简单介绍这边场地 今天这边是台南成达的SeaHub 那我们今天有就是非常感谢就是几位就是伙伴 就是有来支援包含像台南现在协会支援我们的食物 然后AL和新宇和那个后卫就是有帮忙报道 然后直播录影是大助 然后杰克和纵紫金会负责帮忙摄影 那我和DDIO就是会负责早上下午的主持 然后下午的新手导演团吧 会由后卫就是负责进行 那先跟大家交代一下这间工作人名单 那我们看到呃主办要提醒大家就是呃可以 活动资讯 大家可以在活动资讯看到 我们今天要提醒大家几点就是防疫期间 就是大家除了一个用餐时段的话 请大家就是戴好口罩 然后落实酒精消毒和死联制 然后在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就准备了防就是防疫隔板 然后可以我们现在就请舅舅团的伙伴为大家示范防疫隔板的使用方式 防疫隔板放在便当的左右侧 请大家就是在用餐的时候把它打开 对左右侧对然后就是放在桌桌桌面上 对那这边的话一楼的无障碍厕所是供大家就是洗涤餐具使用 所以大家就是希望尽量大家不要占用 那厕所的话 女侧位于这边的四楼 男侧位于五楼 然后饮水机的话呃 是在四楼 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要装水的话 或是如果要上厕所请提早就是计划就是不要就是虐待你的膀胱 那因为这边是租借场地 所以如果这边有写什么禁止进入啊 禁止碰触的地方就请大家就是克制你对灵魂最自由的渴望 就是不要随便就是伸手去摸它这样 那再来还有就是 哦 对在下面在下面 对那三楼的话还有我们 还有准备分组讨论的空间 有非常多很nice的小桌子 和就是小block的空间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呃如果要需要wifi的话 各桌桌上都有就是便条纸 就有各桌wifi 会有对墙讯号 大家可以关就是去看一下那个密码 那我们有那个3G疫苗的防疫小礼物 现在已经到了 所以如果你需要兑换的话 大家请到后面的报道处兑换 就是凭证明 就是像我们的伙伴出示就可以了 那呃现在这边我先把 那我们这次的主办和我们的主办是 就是Ginni VE临时政府 旧松团 然后和台南新海协会 和那个亚太社会创新高峰会的咨询委员会 那我先把就是 呃麦克风交给旧松团的伊莎贝 请她帮忙就说几句话 啊谢谢大家 那个对 旧松团今年第一次离开台北 诶对 就是呃所以得到新衙非常多的帮助 我们才能够来到这边 前两天因为疫情忽然变得有点严重 所以呃非常紧张 但是很高兴今天还是在那边实体看到大家 然后我在这个场地感受到一种 有一点紧张的气氛 我猜是因为今天的新手高达70位 所以呢其实 呃如果有你是新手的话不要紧张 因为大部分的人也都是新手 那你就是呃可以放轻松 呃聊聊天然后看看 今天呃有没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协作 有任何不懂的问题都欢迎来问 那呃可以找就是穿着Ginni VE临时红背心 或是呃就是呃对就是随便抓一个人问吧 大家都会很大家应该都会很nice的回答 那呃我们今天有那个因为新衙的晚宁今天没有办法来 所以我们请那个RS帮忙介绍一下 就是新衙今年要办的一个活动 就是在呃亚太社会创新高峰会这个活动 大家好我现在不是我现在是不是RS 我现在要代替就是台南新衙介绍亚太社会创新高峰会 2022亚太社会创新高峰会 即将于2022年5月14至15日在国立成功大学举办 主办单位台 不会消音了 好OK回来回来 主办单位台南新衙把主题定为重建亚洲 所以将邀请国内外关注社会创新议题的朋友和专业人士 共同聚焦在被疫情改变后的新日常 并以近零探牌永续环境之新思维思考 如何达到宜居且健康的生活环境 而这些探讨都将置于社会创新的框架中 以开展出更多可行的方案来实践 而在高峰会开始前 台南新衙可以与合作伙伴办理30场暖身活动 期待议题讨论可以先于会前 将热度延续到高峰会上 因而有本次GTV大松的合作 谢谢大家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台南新衙 那个社会创新高峰会的就是执行委员会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就是进行到 应该要准备自我介绍和提案讨论 对不对 要先提案 好 那就是现在是提案时间 那我们就先请 那我们就先请第一位是Joy Hsu的大学科系查询系统 Joy在现场吗 哦 哈啰 那可以请移动到我们前面 我们这边有 就是电脑可以从这边投出来 啊 然后下一位是那个信的学习链 可以先到这边来准备 谢谢 谢谢 陈广